前駐泰代表李英元 十一號晚間不敵胡腹癌病室 享受六十八歲 他這個瘤是長在裡面 可能像一顆米粒的大小而已 米粒小的腫瘤就足以威脅性命 因為胡腹位在總膽管 疑管和十二指腸的交會點 交通藥塞一旦發生癌症 胰臟消化液和膽汁 沒辦法進到十二指腸 導致器官發炎 目前只能靠手術治療 胰臟的頭部要切掉 十二指腸要切掉 然後總膽管要切掉 然後再拉一段小腸 把這些地方全部再重新再接一次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大的手術 因為它需要吻合的地方非常的多 所以本身手術的併發症 就會非常的大 醫師表示大約80%的病人都有黃胆 如果發現是胡腹癌 馬上開刀 五年存活率有50%到80% 但因為胡腹只有大約0.3公分大 如果沒有症狀 臨床上很難發現 一開始黃胆沒有那麼快出來 結果反而是肚子痛 開始消瘦 然後才發現旁邊都擴散出去了 淋巴擴散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跑到肝臟 那麼它的癒後就很差 五年存活率可能就剩下30%到50% 目前醫學上無法證實 胡腹癌是不是跟家族遺傳有關 不過有抽炎酗酒的人 肝臟發炎劑率高 就可能引發禮癌風險 醫師提醒多吃蔬果增加腸胃好菌 就是最好的預防 大愛新聞 先生李建寬 梁家明 台北報導